来看苦茶油 它的营养价值高被誉为东方橄榄油 很多懂养生者都知道 苦茶油料理能够故味防止心血管疾病 尤其食安油品风暴之后 吃好油更被国人所关心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 即使您买到的是纯的苦茶油 但里头的种子产地几乎都来自中国大陆 台湾市售有高达94%的苦茶油种子来自中国 其次是越南 只是因为在台湾加工榨油就变成台湾制的了 而道路种子跟台湾种子最大的差异在于新鲜度 苦茶油子营养的关键就在风干之后立刻榨油 如果种子保存不妥容易受潮产生美味 这时候榨出来的油可能产生黄蛆毒素 其实苦茶树对食毒保持相当有利 政府开始关心苦茶树的种植 也补助农民耕作 更有一群年轻人发动群众募资 种树苗 意图复兴台湾的苦茶油市场 带您走一趟冒空 我们看它的那个新鲜度 就是要靠经验判断 这个有时候也很难讲 就是当季现材的就是它有一个很新鲜的味道 去壳的苦茶籽在榨油机里反复翻滚 味的是这一滴香气四溢金黄浓稠的苦茶油 过滤出来的油的颜色 其实它跟它种子果肉播出来的颜色是一样的 就是对 就是这个金黄色 清晨六点起床开机 郑先生父子在冒空山上经营的传统游行 开业快拜世纪 挺过游品风暴对作油很坚持 每年11月收购各地来的原料苦茶籽 从冷藏保存到榨油 加工过程绝不马虎 但产地是个问题 无关湖南这边的 它们种苦茶树的地方 它们那块地就比台湾还要大 几乎99%我们都是用大陆进口 对 那量其实完全不能比台湾真的太少了 今年的种子很贵 如果你消费者想要买纯的台湾种子 600末最少的话2000块以上 才可能买到纯了 大陆种子以低价铺田盖地进军 台湾苦茶游戏厂 要找台湾子不容易 郑老板带我们先往原料产地 这个葡萄菜它都很大 果实里面都很饱满 这个还要在晒 这个菜完就还要在晒这样晒 橘红色类似红铜生锈的树干 结出绿色小果 这就是珍贵的台湾苦茶树 种一棵苦茶树从树苗 节子到榨油需要五年的时间 不过你知道吗 你喝到的苦茶油 真正在台湾种到的种子 其实只有不到10% 位在山坡地的实定农场 是台湾少数种苦茶树的农家 我们采访这天 接近24节气的双降 国立十月底 也是一年当中 唯一苦茶子采收期 采收工早就忙翻 从日好天气才出来拔 没有拔那么高 拔不上了 十月底还可能碰上台风季 本来就量少的台湾苦茶籽 更显珍贵 拿着太多一页 跑到手机的旁边下去 自己控制到七八个小时 就要快点烘下去 这是北部盛产的小果 一公斤可以卖200元 相较下大陆湖南来的苦茶籽 一公斤卖不到100元 但因为都在台湾加工榨油 就称为MIT台湾制造 小果榨成油后 颜色金黄偏绿 湖南籽色泽较亮 外观差异看似不大 但关键在采收到运送制成 种子的新鲜度 如果放太久潮湿 容易发霉 可能就会产生黄麴毒素 其实苦茶油 它真正的根本是新鲜的问题 但是台湾所有的90%以上 原物料是国外进口 那光是油的新鲜度 我们已经是跟产地落差很大 那台湾明明有这么好的东西 那为什么我们就要把黄飞掉 积极复兴台湾苦茶油 赵文豪创立品牌茶子糖 和农场器作 除了苦茶油压榨后剩下的茶包 做成洗法精 洗碗精等清洁用品 包装文创 抢进金字塔顶端客群 另一方面它发动群众募资 买树 发树苗 扩大苦茶树 栽种面积 你如果去意大利看 或是去西班牙 他们很多农庄是根本就是 他们栽种完 当场就炸油 然后他们今年如果只有炸300块 他们就只卖300块 他们不会想说 我今天我要去旁边去收 或是去拿更便宜的原物料 农委会统计台湾消费苦茶油 和进口橄榄油的数量 比约1比42 显示台湾苦茶油市场 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 苦茶油加碎浆爆炒 淋在热腾腾的面线上 是开刀做月子必持胜品 有人称他为东方改缆油 输不至MIT苦茶子 自己率不到5% 富裕之路才正要开始